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丈夫带情人出游遭遇车祸 却被毁容的小三起诉巨额赔偿 婆婆联合小姑子打上门 绑架我女儿 逼我承担费用 我这样做 让他们全家去吃牢饭 丈夫带着情人出游遭遇车祸 却被毁容的情人起诉巨额赔偿 没什么身家的她让我承担 否则就变成老赖影响女儿的前途 我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她精准地抓到了我的软肋 她通知我到医院探视她 多傲慢 夫妻间为了别的女人分居快半年 突然传讯就是命令 但我还是去了 看人笑话的机会顶难得 不去才吃亏 我在医院楼下买了一把百合花 对着电梯反光通了通短发 拉了拉珠灰色 职业套装下摆 精神很好 是个干练都市女性 自觉满意 府一进病房 一股郁郁的热气就冲上来 我眼睛里忽然放进那么多东西 有点惊愕 居然不住单肩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手里那数百合在大红暖水瓶 不锈钢饭盒 撕烂的铜书与成人尿不湿之间 吓得洁白脸色都发黄起来 她左右床分别躺一个老头和一个儿童 自己两条腿和左手都打石膏 挂在半空中 床头柜可怜得空空如也 只一个护工靠着墙打瞌睡 我慢慢走过去 她看到我 怎么搞的 我还是有一分余情未了 叫我先开口 就显得她到底有人关心 夫妻一场 不妨给她这个面子 喝了点酒 车飞到路基下面 她一说话 大概牵扯伤口 思思吸着冷气 我如酷暑天梨饮冰水 从头舒坦到脚 把花放下 那你好好休养 早日康复 她素来有点轻微酗酒 情绪化的 一高兴起来 不管不顾 妻女担惊受怕 终于有天理一次 叫她自讨苦吃 我随即扭身就走 等一下 她叫我 费力把脖子扭过来 看定我 我有重要事情对你讲 我抱手臂 讲 她不作声了 忽然想起来 这些年 为什么同她冷战不断 这人 精明过了头 花钱娶了个老婆来家 总觉着不划算 一定要在你身上 看到回报 哪怕今天早晨 替你拿双拖鞋 你晚上 也非为她拿一次才行 我明白她的打算 她要拿重要信息 换单监住 每名约说话方便 你的感情生活 与我无关 我不会为你出钱 我立刻挑明 这件事与圆圆有关 圆圆是我二人独生女儿 我不得不大出血 落后 冷笑对她 讲 倘若她讲不出子 丑淫某 到妻仍不续费 让她在普通病房的尿骚 胃中自生自灭 阮淑雅要起诉我 告我违章驾驶 致她重伤 狮子大开口 要我赔偿她六十万元 整形手术费 与十八万元精神损失费 原来那一晚的车上 她带着情人 还被情人起诉 真可笑 但 我不得不重视起来 陈志生没有钱 像一个十八岁的小矛头 去追求爱情 她搬出去前 连金表都履下来扔给我 更不用提存款基金与股票 一改往日的精明嘴脸 只为证明她是真爱她 并不是为了她的钱 但 今天 她被现实狠狠抽了两下嘴巴 打得目眩 半年不见一点利息 人家终于借机发挥 我这个原配错位 变成棒打西乡的老夫人 可惜 夫妻名分仍在 法律尚少不得要为她掏这七十八万 不然拒不执行 冠名老赖 远远前途无量 变前途无量 我沉默下来 远远理想是做法官 十二岁半 已经积极关注各类社会新闻及后续判决 做母亲的 不能推她一把 也至少不能坐门前大山 陈志生把烫手山芋丢出来 长舒了一口气 居然有心思笑 他说 媚人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 我听了起鸡皮疙瘩 我全名苏人妹 亲近的人常昵称我媚人 带点话音 逼人妹顺口 他如今还这样叫 我一阵恶寒 想打断他硕果仅存的右手 闭闭眼睛 到底问他 阮叔雅住哪间医院 我当然不会立刻就跑去 做生意最怕给人家知道你急 一知道就吃定你 漫天要价 非急出你一头的汗来 我要先陪圆圆吃个中饭 到他学校接他出来 我心里不是不乱 有多种可能 他终于受不了他身无分文 不过借此机会假翻脸 真要钱 好叫他们舒舒服服的双宿双飞 不然 也可能是他自觉青春短暂 尚未无望 决心拿一笔钱另谋出路 做人应当快刀斩乱麻 但我不能离婚 人做少女时 把一切事都想得容易 真正长大了 才知道身不由己 两个人财产纠缠不清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好似人的两条腿 竖着劈开一半 便单腿残疾 谁都站不稳 况且 远远要出国升学 有许多文件需要父母双方配合 倘若离婚 多给他增添一层障碍 做大人 辛苦如做一支暖水瓶 肚子里沸水烫着心肝脾肺 连一点热气都不许冒出来 拿个塞子 把苦楚都堵在里头 留给小孩的 只能是云淡风轻的壳子 远远从学校里跑出来 冲进我怀里 他很高兴 并搅汗湿 一把抱住我 妈妈 我心里柔软地动了动 一个人 一生中学会的第一句话 是句魔咒 从此叫 另一人为你死心塌地 赴汤蹈火 我注视他 伸手把他额头的碎发 别在耳后 他像小动物一样 用小脑袋 蹭了蹭我的手心 痒痒的 快一米七的个子 看起来完全是个大人 可 心里还是那个 依赖妈妈的小女孩 做母亲最宁静的一点享受 我带他去吃羊快餐 给他叫汉堡薯条炸鸡蛋塔 自己吃一份蔬菜沙拉 喝无糖柠檬红茶 这样自虐的烦恼 也只属于大人 席间斟酌对他讲 爸爸出了一点意外 他面色如常 继续大嚼热腾腾薯条 怎么了 那一刻我心底耻笑沉挚声 为人失败 在亲女心里 比不过一只马铃薯 爸爸开车撞到路边 没什么大事 只是骨折住院 要受点罪 那就好 小小人一转脸 就开始对我讲他自己的事 今天老师讲了新课 提问我们一个问题 同学都答不上来 只有我会 还上黑板做演示 很娇金的 他等我夸奖 我笑着亲亲他的额角 在每个人的心中 自己都最重要 从某些程度来讲 圆圆当真是他亲生女儿 一样的冷血无情 但做母亲的 很乐意见到女儿如此刀枪不入 哪怕有一日他把我当烂包袱 丢到大街上 只要他过得好 我向学校交还圆圆 又向工作告假 求老板给一个假事机会 老板在电话那头沉吟 小苏 你手头案子复杂又急 我不给你假右太不尽人情 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职业 主公家庭婚姻民事纠纷 表面光鲜 其实自己后院起火 交给小张鼎一下 我说 小张是我助理 能力不差 但考运坎坷 至今没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已经五年 今年考过一科 明年第二科挂掉 后年再考过一科 大后年就有人运气这样差 老板勉强同意 但叮嘱我 尽快解决 我放下手机叹口气 做当代女性实在辛苦 几乎博古通金 要向古代女人会持家 会处理通房小窃外事 还要上市博杀 还有个稚嫩幼儿全心全意依赖你 恨不得批你成十一份 独自踢一个足球队 我看看表 下午两点半钟 可以驱车 前去会一会软舒雅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它比陈志生伤的更重 有研究数据表明 突发情况时 副驾驶最危险 因着司机下意识 会保护自己 往往用力左打方向盘 把副驾挡在身前 陈志生无事上琢磨如何捅人刀子 何况生死关头 他半张脸都包裹着纱布 你好 我对他说 他一只眼看着我 大概视力也受影响 有点茫然 眨了眨 又看定我 我自我介绍 我是陈志生的爱人 来这里没有别的意思 阮小姐安心养伤 我跟他早就完了 等他出院 我就会和他离婚 一个人如果只露出半张脸 你是看不出他的想法的 我继续说 阮小姐索赔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按照我的建议 起诉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 他离婚后 可以分走家里一半财产 远远高于阮小姐想要的数目 所以我希望阮小姐 先不要急着起诉他 他警惕地盯着我 我笑一笑 我知道这样讲很不正常 但说实话 我在乎的并不是钱 我不会在意他拿走多少 我会尽可能地给他 因为我是一个母亲 我要的只有我孩子的前途 我不希望他有一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父亲 在这个角度上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轻轻为他掖了掖背脚 我会尽力促成这一切 但后面能拿到多少 是阮小姐你的本事 他疲倦地闭了一会眼睛 终于开口 我同意 但在我出院以后 声音沙哑 如掺了沙力 在你出院之后 假如我还没有离婚 你可以尽管去起诉 微妙地 我们达成一致 男人有时候过分高估自己 觉得一身臭肉比唐僧肉还香 在外头泥坑里打个滚 回来老婆依旧不肯撒手 但事实上是 家里与外面都没有人是看中他这个人 他此刻大概高枕无忧 还以为我会拉住他不放 来与阮淑雅唇枪舌战的压架 我几时做那样跌缝的事情 刚一出病房小张又打来电话 我好似一个不倒翁 谁都要来拉我一手 还不许我道 苏姐 当事人拿来了离婚协议 上面只写的双方没有共同财产 还是这么毛躁 我吃他 共同财产是有法律定义的 难道他们写没有就没有了吗 许多夫妻都这样 不愿意说得太清楚 显得太无情太冷酷 大家一笔抹过 私下里分个差不多就罢 结果到最后 还是为了这些东西上法院 那一点遮羞布 连脸都盖不住 事事事 小张连声应道 又忍不住问我 苏姐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需不需要帮忙 一点体贴 居然来自经常被骂的狗血淋头的下级 我几乎要深深叹气 禁不住声音放柔 工作麻烦你已经不好意思 我自己的事就更不好麻烦你了 没关系的 他脱口而出 我闲着也是闲着 需不需要帮你接圆圆放学 我愣住 一般的客套 该在上一句戛然而止 你知情 我识趣 谦让一番 彼此都有面子 而不需要付出什么 惠而不费 但他似乎十分真心 远远有保姆皆 多谢 这样 他似乎有点失落 我难免不多想 但一刹那 又笑自己神经过敏 过分自恋 被陈志生传染上这致命毛病 一个律师总是有用的 难免人家是有事相求 才这样殷勤 我深陷感情纠葛里 看谁都带桃色 要知道 小张小我八岁 还能想起他刚到事务所时 一张白纸般的学生面孔 刚闯入成人世界 努力过头 整日西装革履 像偷穿大人的衣服 但 尽职尽责 酒桌上 连白酒都替我挡下 勇猛无匹 一口吸干 可犀利不从心 不一会 坐在原地 一动不动 这两只眼睛 亮晶晶瞅着你 十分可爱 我倒也不是坚持 男大女的老顽固 只是她抚一毕业 就招来做我助手 像养育婴儿 从牙牙学语 点点滴滴地拉着打 几乎产生母性 因此断绝暧昧可能 晚上看圆圆做好作业 我又拿提包 妈妈去哪 去看看你爸 她脸上露出一点 异样神色 肩有抠手指 扭一脚的小动作 啊 到底是血脉相连的父女 要来吗 我问她 我不做那种 要小孩 也同仇敌忾的事情 那个女人也在吗 恨她就恨在那样 不加掩饰 丝毫不给我留颜面 给我女儿也造成了 被抛弃的阴影 她也伤得很重 另外住院 不和爸爸在一起 我把她散乱头发 别到耳后去 温柔道 妈妈带你去 她很高兴 果然白日离有伪装成分 离异家庭的小孩子 会多可怜 记挂着一个 又不敢叫这一个知道 否则立刻叫监护人 觉着被叛徒出卖 但她有什么错呢 她是我二人 亲手捏制的一个小人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她也曾在两双手臂里安睡 想起来多么感慨 圆圆五岁时 在睡梦中突然高烧 那时候一家三口 口袋里只百十块现金 更不提代部车辆 我抱着她向医院跋涉 打不到出租车 天寒地冻 汗水流到我眼睛里 陈志生那时给人打零工 值夜班 但得信后匆匆就赶了过来 风雪交加里 从我手里接过圆圆 把脸微紧了她的滚烫小脸 难难道 爸爸来救你了 爸爸来救你了 有力的 可靠的 及时送医挂上水 圆圆天明前急退了烧 安静睡下 一只手握在妈妈手里 一只手握在爸爸手里 一转眼 人心骤变 或许非要患难 才能共行 路上圆圆问我 你会和爸爸离婚吗 我望着路沉默 前面有许多车 白色 黑色 灰色 红色 都在飞驰 我呼得又想到她出事那一晚 待情人出街 必然至得一满至极 车子开得飞快 如乘风 飘飘不知所以然 两人的手在中央握紧 我忽然泄愤思地按喇叭 但声音很平静 不会的圆圆 妈妈不会和爸爸离婚的 真的吗 她也知道这样要求多过分 这一代已不流行父母 为儿女牺牲是天职理念 可我又如何苛责她 是我一厢情愿 渴望一个小小身体依恋 躺在我怀中 才把她带到这莫测人间 受百般烦恼缠身 她从小脾气很差 学走路 被自己绊倒 学吃饭 把热粥倒满自己一脸 不会说话的时候 急着要妈妈明白她的意思 啊啊啊叫着 妈妈依旧一头雾水 种种此类情形 往往气得眼圈通红 她并不怎么嚎啕 但你看得懂 她那么小一张脸上 居然不满怒气 为年幼生命中的种种不顺意 这种时候 隐隐觉得亏欠她 分明人生这样辛苦 偏偏要造出 另一个受苦的灵魂来 我心里一阵悸动 紧紧握住她稚嫩的小手 肯定道 是的 妈妈不会离婚 圆圆 你不知道 妈妈在做你妈妈后 必然把新歌一半给你 只要你快乐 另一半心粉碎 也无妨 后来我也这样对 陈志生说 板着脸 等你好了 不要再出去鬼混了 回家来住 家里需要你 是是 她懦懦 到这时候你才知道 谁对你一颗真心 除了你的闺女和老婆 谁记挂你 她陪笑 用眉伤的手拉我一脚 一下一下地晃 从前是我有眼无珠 同她做了十五年夫妻 并不是一丝好处都没有的 起初也因为恋爱在一起 我年轻 她也年轻 爱得热烈深沉 才甘心相互束缚 度过很多艰难时光 她投资失败 我被老板开除失业一年半 两个人每天分食一个鸡蛋 补充营养 睡觉仍相拥 后来她变得小肚鸡肠 或者是爱意褪色 觉得石本 那样的日子 居然一去不复返 她看见我的眼泪 忽然也不再用嬉皮笑脸 掩饰自己的过错了 对不起 我别过头去 抹一抹脸 故作坚强吃笑道 算了吧 学校要家长给孩子联名写信 增进亲子关系 你这个样子 不指望你写 你先把名字签上 回去我补吧 拿出一张A4号白纸 指着底端 她不宜有她 拿过去颤颤巍巍 数上大名 我心里忽然空了一下 我先走了 圆圆还在家里 走一走又回头 家里新换了广东阿姨 叫她煮了汤 你尝尝 她一打开保温筒 嗅一嗅 鸡酒汤 有酒 要紧吗 一点米酒算什么酒 她嘴巴大概已寡出清水来 立刻取了条羹 虽然甜甜的 依旧是汤 但 聊胜于无 车里居然有人等我 是个年轻男人 相貌很清秀 穿得重规重矩 我叫她 小张 她只是笑 怎么样 离婚协议书 以送达软小姐处 并大张旗鼓 叫她亲友都知道 陈太太已放弃陈先生 并拟定及公平协议 在分身乏术之际 只有这小助手 带点蠢气 肯替上司司事奔波 我假公济司 有点可耻 但 已达目的 感激到 多谢你 能为你做点事 我才该多谢你 在迟钝的女人 也该明白 这话里的意思 这告白来得 十分不是时候 偏偏她这时候 鼓足勇气 毕业五年 依旧这样一张 学生面孔 这样亮晶晶 一双眼睛看着你 几乎要把我 含在眼睛里 我叹口气 无可奈何 小张 我有远远 她耸肩 我喜欢女孩 不 你不明白 我在后视镜中 望见自己的脸 三十五岁了 不算很年轻 虽然保养得当 皮肤比穷困潦倒的 年轻女孩更好 但眼睛里有 说不出的沧桑 我这个年纪 已经没有心情和别人玩轻轻我我的恋爱把戏 但要结婚 我不会再生孩子 远远是我今生的唯一 她已没有父爱 不能再平分母亲 任何机会都没有 任何机会都没有 我斩钉截铁 她的头颓然低下去 许久才讲 我多羡慕陈先生 我深深注视她 你不该 她忽然抱住我 我浑身僵住 我背叛了 这时候想到的不是陈志生 而是怨怨 但不想推开 渐渐掘出她臂膀有力 胸膛宽阔来 既一作祟 总叫我把她当学童 无知无觉间 她已是个成熟男性 做母亲的人 也是人 被她触碰的肌肤 如过电一般轻轻发麻 一直传到心肩上 这样的多事之秋 我精疲力尽 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此刻 有人疼惜 只觉着鼻子发酸 眼泪如开闸一般 向下落 小张大着胆子 纹我头发 诱惑道 你已经足够辛苦 来 不要太逼迫自己 我们去喝一杯 简直像听到海上女妖的歌声 我几乎要点头 手机忽然大吵大闹 打破暧昧氛围 我一接起来 听见里面气喘 但冷静的声音 苏女士 请您立刻到医院来 幸而我根本没有离开 立刻推开车门 拔腿跑上楼梯 陈志生的病房里 挤满了医生护士 有白大褂 趴在床上 用力按压他胸部 试图使心脏腹跳 用力之大 让他看起来像个橡皮人 我疑心他内脏 会从口中吐出来 又开动我不认识的仪器 向两柄运斗 何时一擦 向他胸前按去 他整个人被垫离病床 宾死大于一般 弹跳一下 又落下去 他的咽喉处 已被切开插管 血淋淋 我分明是他最亲近的人 这一刻却是罪格格不入 我看得心惊 双腿发软 一双手臂有力地扶住我 我眼前雾蒙蒙发灰 金星乱转 新电图仍执意不改 一条直线 冷冷报警 抢救事实上不过尽人道主义 终于到头 已经不需要有人通知我 医生已经耗尽体力 额头流汗 急疲惫 但仍哀敏地望我一眼 工作失败 他亦绝不甘心 有人推我 推散我走进那间病房 如今已是他临时的停尸间 护士正除去他身上的种种仪器 针水 管道 我看了一眼他的仪容 浑身发抖 不到二十分钟 我离开 他已经面目扭曲 脸色惨白 嘴唇身子 双目空洞圆睁着 生前一定遭受极大痛苦 挣扎间 手指居然声插入床褥里 谁让你们给病人喝酒汤的 护士赤道 他今天换药了 你们不知道吗 我嘴唇哆嗦着 他 他没说 他说 不要紧 那一罐鸡酒汤 已经被他喝干 桶里 仍散发鸡汤和甜甜的米酒香味 他带着医疗垃圾出去了 我慢慢坐到地上 耳朵里嗡嗡作响 听不见声音 做梦一样 说不恨他是假话 但 来得这么快 一个人的声 要十个月打地基 二十年蓄力 然后才如蝉一样 到阳光下 求偶 生活 抚育后代 光鲜二十年 然后挥败 苟延残喘二十年 死 却这样山崩海啸 我忽然不敢看他 连这间屋子都不敢待 只觉得 孙孙有鬼气 手脚并用 识尽姿态地往外逃 好容易在走廊上 站直身子 又剧烈呕吐起来 为李翻个朝天 十分痛苦 恍惚听着有人 在远处叫我 我被人用力抱住 一个年轻男孩子 很高大 手臂很有力 我好一会才认清 小张的脸 他也脸色惨白 大概 做了亏心事 怕鬼来敲门 但仍肯让我依靠 他说 想想圆圆 虽然我知道这很难 但你必须坚强一点 我渐渐恢复神志 难难道 是的 圆圆 我可怜地 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圆圆 我虽然不幸 但曾经拥有极幸福的童年 那时候 做父母的更敬业一些 为了子女 肯将性命付之一具 纵然死了 魂魄都还要出来保佑他们 比起他们 我常为自己仍保留一点寻常 人性有愧 我嚎啕大哭 路过的人连眼神都吝啬给我一个 盖音医院里最不缺的 就是种种死别 任凭父母子女 亲密爱侣 到此 今生缘尽 也有人凑上来 我们有全套兽衣 趁人还软 抓紧时间穿戴 死的生意 小张替我打发 不用 我把脸埋在她肩膀 但她轻轻扶我起来 注视我一塌糊涂的面庞 美美 死者为大 她不再以官称呼我 我仍抽烟 哭有惯性 请你帮忙 她不久入恋 有些人总要来见 我替不了你 我心如刀脚 我怎么对圆圆说 人是无常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体会 这样残忍的事 以后还有很多 不得不慢慢学习 小张忽然很可靠 成熟且温厚 我定一定审 是 请你在这里留一会 我去接她 圆圆痛哭好久 醒来躺着 正正望一会天花板 她眼泪又开闸 我把早饭端到床上 支起小桌板 命她 起来吃饭 我吃不下 她忽然又大哭起来 我沉默地看她 轻轻拍她的后背 她一把甩下我的手 眼睛红红地怒视我 你一点都不难过 你现在 很开心了 是不是 我忽然受到严重指控 但我原谅她 灾难来得无缘无故 没有办法找罪魁祸首 兴师问罪 年轻人 又不肯任命中注定 不得不找一个口子 发泄愤怒 良久我说 你要我怎么样呢 她知道自己迁怒 低着头 不讲话 被子上滴滴答答 出现圆形的眼泪痕 我起身要走 她猛地扑过来 抱住我腰 大哭 妈妈 我错了 不不不 远远 你没有错 一个孩子在母亲面前 永远不会错 我注视着她乌黑的发悬 她出生的时候 头发就很多 生长很好 不似一般小孩子的胎毛 柔细 发黄 贴在头皮 护士看了笑道 这孩子脾气硬 陈志生那时候很得意 说 随我 其实 时成时相足我 我有多坚硬 我抚摸她的肩背 妈妈收到律师函 今天要处理一点事情 律师收律师函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对方当事人是软淑雅 葬礼那天我已见过她 奇迹般的 她一张秀丽面孔恢复良好 几乎看不出曾遭撞击摧残 不知花费多大价钱整形 但万幸中的不幸 她手臂不能复原 一截骨头粉碎 不能修复 左臂比右臂短二寸 静静站着还好 与人工仇交错 立刻圆形毕露 花费巨大 不甘心自负盈亏 幸好还有我这个未亡人可以追溯 但我只笑一笑 对方律师姓徐 我说徐律师 我非常同情软小姐的遭遇 也认为这笔费用理所应当 该陈志生承担 她毕竟是肇事者 于情于法 都有这个义务 她静静看着我 因为此类话语下面通常有个但是 但是我俗套讲 但是我与袁怨君放弃陈志生的遗产继承 大家都是做法律工作的 你应当清楚 不继承遗产的人亦不负担债务 她愕然 不甘心 追问我 你二人有房有车有钱 难道宁愿上缴国家 也不愿意拿回一部分 不 我微笑起来 陈志生名下并无任何财产 我二人早已公正婚内财产 她光身子去追求爱情 所以何来遗产 至于她 若有留在阮小姐处贵重物品 我不做追讨 徐律师脸色轻了又红 有公正文书 我配合任何鉴定 我把文件推过去 说得干脆 当然 因我知道 当代技术还无力分辨签名 究竟来自几个月前 还是近几天 签名当然百分百保真 她在病床上签署 然后由我装真至几个月前 就做好的文书里 公正处理有多年 好友配合 违规形式 当事人其一位到现场 就盖上大印 登记至计算机系统 总归如今死无对证 无可畏惧 婚内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除外 我轻飘飘把她打回去 掉书袋未免稚嫩 法律往往就是这样 不管多么复杂 多么混乱的关系 只要具备了某样条件 立刻如快刀一斩 戛然而止 姓徐的律师杀雨而归 阮书衙以丧失胜诉机会 她太年轻 不记得一句俗语 落袋为安 凡是金钱 不真真切切拿到手里 总有意想不到的可能 灰飞烟灭 她输在轻信 被我的假动作搞得眼花缭乱 居然乖乖等待 或者 没想到我有这样魄力 一步错 步步错 我站起来 把公正书所进文件柜 远远跑进来 妈妈 怎么了 她忽然扭捏 就是叫叫你 我急温柔地注视她 向她张开手臂 这般大姑娘 一下扑进我怀里 沉甸甸 热乎乎 我不由自己 热泪盈眶 想起她刚出事的时候 只成人两只手长大 一张枕巾做被子 就盖得严严实实 头顶还是软的 随着呼吸轻轻吸动 脖子手脚也无力 我同沉挚声面面相去 不敢抱她 每天晚上 我都忍不住 摸一摸她的鼻息 怕这脆弱小生命 离我而去 母乳到六个月 对职业女性来说 是质大的负担 不能带孩子去工作 只得一天三次往家跑 为她一次 并抓紧时间 吸出一顿母乳 在大些 用防人贩子 防老师不辞 防男性有非分之想 简直不知道 怎样把她养得这样大的 像做梦 付出越多 便越爱她 眼里揉不下一颗沙子 不肯叫自己十年青春 白白抛入水中 我用力抱住了圆圆 妈妈爱你 我听见自己喃喃道 真的 妈妈永远爱你 只是有时候 大人会替小孩子 做些重要决定 因着她太小 太重情 太 长痛不如短痛 圆圆 请你相信妈妈 妈妈并不是没有爱过她 也并不是铁血无情人 当我最绝望时 也从未想过置她于死地 只是 她不该动属于你的东西 阿姨煮汤的时候 我叫她 麻烦接一下圆圆 这边我看着就好 汤里多撒下两池糖和香油 遮盖味道 拧开一瓶高度树的白酒 我倒下去后 心跳如泪骨 怕她喝 怕她不喝 怕她死 怕她不死 她没注意 我触碰她的手冷冰冰的 手心全是汗水 她一生就是看不到许多细节 命运最终一锤定音的时候 我也心痛如凌迟 我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头发 她有点羞涩 刚刚同妈妈吵过架 为的是一个叛徒 不好意思把道歉讲出口 但夜已后悔 我身安这丫头 心里的一丝一响 十分欲贴 我们去吃饭好吗 天下母亲的求和方式 好 黑亮的 圆圆眷恋的眼睛 我把手机戴在身上 屏幕亮一下 收到消息 我专心开车 没有查看 老板在微信中质问我 开掉小张 她做错事了 怎么这么突然 过一会 我会回复她的 大概是 我认为 我需要一个水平高一点的助手 至少通过司法考试 带起来也有前途一点 真真无望之灾 她没有错 爱一个人有什么错呢 她那样年轻 那样热心 那样肯付出 她只是不该动摇我的一颗心 这颗心 从此只能是一颗母亲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